河流波濤汹涌 香港7号深夜的黑色暴雨 几乎全港惨烟 当中最严重的地铁站 黄大仙站 9号早上已经重开 港铁关塘县全线恢复通车 但是站内多有淤泥 天花板还有帆布皆漏水 越台门受损无法关闭 只能加派人员守门 只有重开的 但是搭车上班都是最近 除了城市运作慢慢恢复 香港在靠近深圳的新界东北部 有养蜂养猪农户 策则证明养蜂人家 院子变废墟 风箱都湿透了 根本是毁灭性的损失 根据港媒资讯 这场百年暴雨 香港的经济损失保守估计超过6亿港币 约合24亿台币以上 而香港特首李家超在灾情发生将近一天后 8号晚间才露面看灾 尤其看山坡土石崩塌的情形 坦言预警通报机制需改善 另外国际关注港交所9月6个交易日应天灾停事两天 以平均每日交易额1120亿港元计算 港股9月损失2240亿港元成交量 TVBS兄林老师全英文香港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